问个问题,阿拉上海目前失业的人多吗? 我们都知道,上海是中国经济的领头羊 而且在国际上,它的经济实力也是相当突出的 所以吸引了众多的年轻人前来生活和工作 然而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 上海的失业率虽然整体比较稳定 但却也是近十年来最高的 另一方面,大学生的毕业人数又是近十年来最多的 我最近点外卖的时候 就发现有些骑手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 而且不仅是男生,有时甚至还会遇到女骑手 而我所在的小区,和房东闲聊时了解到 今年的租客比往年都要少一些 导致小区里的好多房子都空置挺久了 最不可思议的是,我之前所在的一些陌生人交友群 现在竟都成低成本创业交流群了 当然,我观察到的可能只是局部现象 不知道你们的观察和感受是怎样的 5号啊,现在顾客都没来,老板娘在玩手机 今年不知道是怎么了 现在大学生基本上都报到了 就剩两个学校的新生还没来 但是没生意,不知道为啥 因为我们这一道街啊 几乎所有的我们做餐饮的嘛 所有的卖饭的邻居都说 今年的生意确实是差得太远了 不知道为啥 现在生意间这么差劲 因为现在啊 也没有疫情 啥都没有 一切正常 但是还是没生意 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就是感觉现在的上海 越来越没有夜生活 晚上越来越冷清了 以前的上海 晚上还是很热闹的 特别是沿街的那种商铺有很多 有的吃,有的喝,有的逛 那现在呢 经常是过了8点半 商场就一副开始准备要打烊的样子 变得非常的冷清 我今天去买丫头 因为跟老板比较熟嘛 就跟他闲聊了一会儿 他就跟我讲 他说今年春节以后 很多离开上海的人就再也没有回来 这在过去的十几年里都是非常罕见的 他还跟我讲 他说你看我们周边的这个大部分的店铺 你看着生意还是不错的 但是营业额减去房租减去水店 剩下的可能连员工工资都付不起 他还跟我讲 说我们这儿有一个规模还挺大的烧烤店的老板 白天还要自己偷偷跑出去打工 来贴补他这个烧烤店 当时听了心情挺复杂的 我记得疫情以前啊 就这种小店 按照正常的人流量 你一个月赚个三五万 一点都不在话下 可是如今却挣扎在生死线上 你要么就索性必跌 其实现在很多上海人的生活价值观都被改变了 从之前的大手大脚到现在 不再随便买包包买鞋子不眨眼了 从之前买东西只挑贵的到现在 先看价格凑合着用吧 从之前月光族的放手消费大手大脚到现在 懂得节约存钱理财投资 消费享乐 其实上海人 特别是上海的年轻人 持续很多年的一个生活习惯 那封了几个月之后呢 他们的信仰就受到了崩塌 那种不安稳 不安定的思想就 深深地刻在了脑子里面 再也不可能回到之前那种 今朝有酒今朝醉的那种潇洒 洒脱的生活观你去了 当然我说的这些只是针对咱普通老百姓啊 有钱人忽略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只说实话的频道 这影片的结尾还会有总结 喜欢我们的朋友请不要忘记订阅 这条村又开了一家新店了 上一家才刚开了 半个月不大倒闭了 现在又重新开了一家了 一年换了三个老板了 这个店铺 不容易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街道 其实开店的还是蛮多的 但就是人流量太少了 这家店铺在这条街道的话是新店了 所以属于一家新店了 但是刚开张没什么生意 这里也关门了 开店真的是需要很大的一个勇气 真的是需要很大的一个勇气 在这条村做生意的基本上都是靠的是富士康啊 靠富士康的员工在这边撑着了 不然这条村的生意基本上都没得做 而且住房子也是住给富士康的员工比较多 看一下现在 这里又有一家在转样的了 实体店有多难 要多难有多难 因为现在开店 你根本不知道哪一天运气不好 突然间就倒了 这个也是非常的说不准 所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勇气开店 现在 什么都难 什么都难做 然后这条村这边在施工啊 就说有某某产业在这边入住 估计以后在这边做生意的话 应该会好一点吧 但是这两年还是不行 到时候这个城中村的房租 估计又会碰碰碰的涨房租了 看一下 现在这个村的一个环境 都已经在施工了 施工两年了 这里是龙华观南某某城中村 然后那家店铺 也是一年换了三个老板 如今又重新开张了 又有一个新的新的老板 三一家的那个店铺老板 开了都没有半个月 把门倒闭了 如今又迎来一个新的老板 其实在这条村里面 做生意啊 真的是没那么好做了 说实话 真的是没那么好做 不知道为什么还会有充分 去骂流行 因为现在这条村也是走了还对 很多工厂也是慢走 虽然说现在这边也在大地的发展 但是我感觉还是有点难 非常难做 现在就实体了 反正每年都是有人开业 也有人结业 开实体店就是这么一个神奇的事情 最主要的是还是看一下这周边的源流量 开店最主要的就是源流量 没有源流量的话 你再怎么开也是没有什么用 就比如说这个村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多的人流量 好多人都走 店铺开的也是很多 但是基本上都是做一些索客 没有什么太多的神奇 生意可以做 因为在这边竞争也是太大太大 竞争也太大 其实现在这个街道的人多不多 村的人多不多 看一下这个点就知道了 才九点多钟 都已经空荡大了 逛街的人都没有 你说做生意的有什么用 所以说在村子里面做生意的 真的是太难太难 非常难 就除了一些有些人在这边休闲之外 其他的都没什么人 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中国的经济状况持续不振 根据上周公布的官方数据 半月份的经济形势继续恶化 中国政府近期实施了一系列的经济刺激措施 专家表示 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严峻 经济衰退的趋势刚刚开始显现 外资的测资速度可能会加快 经济负增长可能会成为一种常态 专家表示 中国经济的下滑趋势刚刚开始 中国经济复苏乏力 房地产市场持续下行 消费疲软 信贷增速放缓 根据8月31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制造业活动已连续5个月收缩 服务业也出现萎缩的迹象 这些数据表明 8月份的经济形势仍然困难 入透社9月4日的报道指出 面对债务水平攀升 房地产市场持续优化和工业产能过剩等问题 英国剑桥大学中国发展研究教授 威廉和赫斯特表示 短期内发生金融危机或其他形势的经济危机的风险较高 对中国政府来说 这将带来巨大的社会和政治成本 经济学家表示 中国经济衰退的迹象刚刚开始显现 他举例指出 从房地产行业来看 航大 碧桂圆的负债水平高起 股价大幅下跌 市值大幅缩水 全国的地产公司都面临同样的问题 如果让银行去救这些房地产公司 银行的不良贷款和不良资产比例将上升 这将冲击金融体系 因此 通过贷款救助房地产商的做法行不通 专家指出 外资正在大量撤离中国 如果中美之间的竞争继续紧张 全球资金的撤出将指振不减 尽管中国试图通过各种方式 如开放服务业或实施更多开放政策 但如果问题的根源不改变 这些措施的效果将非常有限 在9月2日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 中国领导层通过视频发表了演讲 他们表示 中国将进一步放宽服务业的市场准入 推动跨境服务贸易的开放 稳定扩展制度性开放 同时 中国还将开始进行服务贸易和投资的负面清单谈判 进一步在电信 律优 法律 职业考试等领域拓展开放 专家指出 中国政府试图扭转经济下滑的趋势 但目前的措施还不足以使资金回流中国 压力重大 中国的经济可能会进一步下滑 最终负增长可能会成为常态 专家比较了1989年日本的泡沫经济 认为中国经济的调整过程将会非常漫长 房地产泡沫可能会破裂 金融业将受到重创 他还表示 如果中国的战狼外交政策风格不改变 经济的下滑速度可能会更快 分析显示 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国际经济贸易 地缘政治密切相关 美国经济学者黄大卫对大纪元表示 中国经济的压力和困难已经显而易见 工业和消费活动都在萎缩 他指出 中国经济的困境已经不只有国内经济政策决定 更多的是受到国际关系 国际经济贸易 地缘政治的影响 过去 中国经济的走向主要是由内部环境或政策决定 外部环境的影响较小 现在这个比例已经完全反转 国际贸易关系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已经超过80% 他进一步指出 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严重问题 首先 经济活力不足 市场消费能力下降 国际关系的紧张严重影响了对外贸易 出口明显下滑 其次 从消费潜力到工业潜力 均以挖掘殆尽 同时房地产和金融风险非常高 黄大卫认为 这些问题与经济结构 战略以及国际关系密切相关 并非短期内可以解决的 在过去的40年中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国际关系的改善 较低的增长激素 对民营企业的鼓励他对实业化的推动 目前这几个因素都发生了变化 导致了问题的出现 未来要维持增长 必须从结构上进行改革 并改善国际关系 今天说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话请点赞订阅 我们将一如既往的为您提供真实的报道